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它说呢,设语集U等于12345678 然后集合A呢,等于12345,集合B呢,等于25678 要我们求呢,第一个是A的补集A'是多少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其实不会很困难 因为呢,A'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语集合呢,去减掉这个我们的A集合 减完以后,里面剩下哪些东西呢 12345678,减掉了12345,就只剩下678了 OK,这个没有问题 那第二小题呢,B'的部分 当然就是语集合去减掉B集合 所以又变成12345678呢,去减掉这个25678 所以剩下134而已,对不对 所以就是134,这样子 三个元素所形成的这个集合 那接下来呢,诶,第三题 感觉比较有趣咯 A'交集B'OK 就是A的补集合跟B的补集合之间呢 有没有什么交集呢 那你呢,就把上面这两个东西拿来做个交集 一个是678,对不对 跟这个呢,134这两个集合拿来交集 那你发现呢,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共同的元素 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地方是重叠的 所以最后其实这个集合是什么呢 它会是一个空集合 OK,就是呢,没有共同的元素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OK,这个A呢,去减掉B OK,A去减掉B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A去减掉B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把B跟A重复的部分呢,扣掉 好,把B跟A之间重复的部分扣掉 所以呢,你这样扣掉以后是2跟5 就剩下了这个134 A减B呢,就是等于134 好,那如果呢 是这个,呃,我们要B减掉A的的话呢 如果我们把拿B去减掉A的的话 你会发现怎么样 你把B里面的哪些东西减掉了呢 你去把这个2减掉了 你去把5减掉了 所以呢,你发现呢,B减A 会等于这个6,7,8 OK